现在人工作压力大 有许多人为了远离台北的繁忙 选择在观光区制产 外观宏伟气势磅礴的韩松楼 就是许多金字塔顶端族群 在工作之余放松休闲的最佳选择 这边的产品让我看到这个建商的用心 以及这个设计师真的很棒 他把整个大楼规划的像饭店一样 像一个度假休闲宅一样 我自己讲说 这个老板应该是本来要盖饭店的 那怎么是把这么好的产品拿出来卖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二话不说就马上下定了 弧心外观挑高七米八大厅 大造气派华丽的饭店规格 郊西最著名的美人汤 在家中就可以享受 不管是个人汤屋 大众池或是SPA池 公共设施里应有尽有 回家就能享受日式高级汤屋的 泡汤乐趣 舒缓一整天的疲劳 最常用的就是按摩椅 第二个就是泡汤 那这边的SPA池 这边的烤箱 以及蒸汽 真的都好棒 在这边的放松可以达到100分 除了按摩椅除外 我们像坐在这边的咖啡吧 我可以看到美美的 不管是落雨松的季节 落叶的季节 还是刚发新叶的季节 都是不同的季节的概念 气派的风香雪木 积居艺术品味的空间陈设 在在都显示韩松楼的尊爵不凡 绿荫步道与远眺山景相互呼应 在这里不止身体可以得到抚慰 就连心灵都同时被洗涤 得到身性灵的完全放松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李启豪 陈沐凡采访报道